Lucky 加油 Lucky 加油 我们现在马上要出发 海上丝绸之路的时装中 我上一穿了一个 Lucky的熊猫的水晶衣 这个衬衫上是卖的巨毫 衬衫的料子是Giyoshi的 这完全是水晶布料笨 然后里面穿了我央视师姐的一个牌子 都是中央真似的特别的舒服 我今天穿的运动鞋 是来自Kohan的小白鞋 这双鞋太舒服了 你穿着穿着才是水晶的 OK Let's go 这个裙子超好看 重磅 我刚才从后面穿 是不是我们的裙子 超幸福 好看 穿一下 very nice Ayana的房间好新 他们应该是装修了 上次来还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伴手礼 大家看一看 我还要穿个T恤 我还要看到 然后呢 这是盲盒的 里面还有什么goody bag 舒服还新娘 这是一个什么精华 日本的 very cute lucky number 7 yeah 快看看这个 简单 不一样的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 但是还在擦着它放着 粘粉脆心怜鸣 get ready一下去参加活动 属于鸡蛋 好美 谢谢 这个好好看哦 OK 谢谢 这个也好 work for home yeah so good 我这个是一个 brown person 哎呀 你这个衣服太厉害了 billion dollars 你是个人是billionaire yes yes Let's go We're going to Renba 哇 你走的真好看 你走你后面 我要去 我的天哪 你还没来 你走你后头 哈哈哈哈 party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们的精彩大秀很快就要和大家共同呈现 谢谢您啊 你好你好 茶医茶医 有茶医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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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堆座 有茶医茶 都是彩芯塔 熱烈的掌聲歡迎 我們的國際美妝電商 最美全球好物創始人 太美了 來 給我們的Tracy主播 一個大大的掌聲 屬於你們的派對開始了 我是我們的祖國豔榮唱盛 你祖國和我 像海荷環的國 你親愛的祖國 永远对我们一样是我心中的光 谢谢 谢谢 我爱Lotti 现在我在出发去走我们的小黑群名媛秀的路上 大家看看我这条小黑群是流苏的 等一下我们要走红毯 然后还有走秀 非常期待我戴的这副耳环 这是我的好gaming送给我的 是我最喜欢的耳环之一 Let's go 我跟你们说西加坡的张艺谋 我跟这张姐 真的太牛了 我特别配服的女性 来 妹妹姐 这是我的世界 你们都认识了 越来越美了 我今天还客串了一把现场导演 竟然指挥了Tracy宝秀 别打 妹姐这件衣服你们要看多美 也是她设计的 还有这件也是她设计的 Wonderful 大家喜欢她的 我给你们加个二维码 两位美女 Habara的衣衣 还有我们美丽的Lyn Lyn是来解决我所有头发问题的 我以后都要脱了前考虑了 谁想脱发就找Lyn 我要把她的商品带进我的皮 这是我们抖音上的千万博主 蓝颜的创始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 我爱西西 我爱你 然后欢迎Tracy 好 OK 那我们都知道Tracy呢是美女出身嘛 所以再次的穿上这个小黑礼服走红盘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今天晚上是我所经历的最典雅最classy的一个场合 因为这个LBD的little black dress就是经典的象征 所以今天晚上的所有女士都让我们沉浸在一种经典的优雅之中 我自己真的非常荣幸 跟她们站在一起 在穿上小礼服跟高跟鞋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还有一个特别小的tip把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现在去穿这种鞋的时候 有很多女生她会slip up 就会往它掉 然后其中一个小秘密 这个时候我参加选美的时候 我那个教练跟我说 你把那个发胶喷在鞋的底部 它就会增加它的friction 增加它的 就不会掉了 果然是有经验的媒介 谢谢Trac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我们所有的小黑群的设计师 优秀的模特 还有我们精彩的嘉宾的全是 由你加油 天哪 我一天这么热 我这妆巨服贴 我原来还说这个Mila Morsi 原来就是老友记里的 General Anderson 她的护肤的那个给她配的 我觉得这也太好用了 回来我才知道这原来这么贵 Mila Morsi这款精华 我这个脸一天都巨贴 巴厘岛这种天佳 我早成大花瓜了 Oh my god 我今天晚上得再用一次 这也太神奇了吧 不跟你开玩笑 欢迎来到2023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时尚周之独立女性清创盛典的圆桌论坛 我们有请接下来的我们的论坛的嘉宾蓝眼品牌创始人 徐晓岚 时尚达人 催美全球好物主理人 Tracy 这次我们来到巴厘岛 所有女性都是貌美如花 财华横溢 财商在线 这三位绝对是顶级的代表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Tracy分享一下 如何避免踩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第一点可能就是不要怕冒险 因为当时我在决定离开央视创业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 进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但是我在踏入那一步之后 才觉得原来我从毕业开始 所从事的每一项职业 都是为博主这条道路来铺路的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把任何的行业看作一个赚快钱的行业 我们一定做事的时候要有热情 要有passion 我在这里引用一个我上商学院的时候 博弈这堂课Game Theory 那个教授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做一个商业人 你的这个是一个one time game 就是说你这个游戏你只玩一次 那你可以用任何的方法去经营都不要紧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它是一个重复性的游戏 它是repeated game 在重复性的游戏这个规则当中 你就一定要用心去做事情 要不然的话你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认为在创业道路上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两点 要勇敢要有心 对的是的 好了这是我今天晚上的礼物准备去走秀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人泰国发力道的感觉 Savatiqa 这件礼服来自Alex Perry 我跟大家说 Mila Morsi的精华太好用了 我的脸现在像绸缎一样 要不然它红毯精华 就是Jennifer Aniston那些好莱坞明星上红毯之前就一定是要涂她的 哇塞我忍不住要自己再看一下我的脸 哇这皮肤状态太好了 如果你想要这个绸缎一样 我试一试Mila Morsi这款红毯精华 太牛了 嘉宾们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我试一试 孙的 我试一试 我会换队 我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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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D- 放咐 奖声送给亚洲自 internet 名媒员工艺秀的 全部多嘉莉们 我要问一下 我们的Tracy 这款包 你之前看到过吗 有看到过 之前Yuki的Abarra 在新加坡的 Takshimaya开业的时候 我有看到 然后当时就觉得 这款包实在是太漂亮了 它可以休闲装 或者正式装扮都可以 而且它是稀有皮的 之工非常精良 这款小包实际上 经常晚上出席晚宴 或者跟姐妹们聚会 有很多社交场合的 这些女士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里面可以放一些讯用卡 然后放一个口红就OK了 然后你就拿着它 就是一个非常elegant 非常优雅 我跟大家讲 Abarra现在在东南亚 迅速崛起 受欢迎的程度 不久的将来 我觉得五年之后 这个包就成收藏品 所以今天是绝对 拍到即赚到 马上Abarra就成为了 东南亚贵妇的象征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真的 恭喜 恭喜圆圆 哇 太棒了 好 恭喜 也谢谢我们的助拍嘉宾 谢谢 谢谢我们两位